回到12月31日的《啤梨晚報》 今天的嘉賓主持是阿東 姚冠東 波茲強 因為今天阿靖繼續出去31日 31日其實是做甚麼 我也不知道 831 當然是在頭報道 應該說有其他事情要做 本來我想一個人不做 如果一個人不做的話 是說另外一些事情 阿東說可以的時候 猜不到他可以 因為一個私房賽比較忙 所以我們要早點做 有網友說 最近阿東不夠爆了 可能是怕死 我回答你 真的怕 我不是怕死 我怕蹲蹲 我覺得這樣說就沒甚麼意義 你說大家害怕不害怕 你說我害怕 我又不是害怕 但是你說有沒有擔憂 就有擔憂 因為我可以跟大家說 因為有時候阿東跟我聊天 我才發覺 其實我的性格 我真的沒有變 有小到大 我有個老母親 81歲 心臟衰竭 我老婆 我兒子 全部是一家之主 要靠我樣子 我不同一家之主 家中經濟之主 絕對主要是 如果我被拘捕 我會怎樣 那我就會吵架 我這個香港人 家人在哪裏 在香港 OK 夠不夠錢生活 一段時間 不夠 但是如果 我離開了香港 沒有數 對吧 我是不是一定要用這個節目來衛生 不是 但是 我贊不贊成別人離開呢 假如覺得生活得不如意贊成 我對香港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情感呢 我覺得沒有 當然 其實你那個不是情感 因為你已經是屬於香港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你已經是生活的 你已經入了血肉了 我們從香港出生 香港大 是不是 但是 在現在這個時候 其實我不斷 我的網友 無論是見面 就是上來買東西 WhatsApp我 都是叫我不要說的 我只是昨天前日 我收了超過100個WhatsApp 海外的 香港的 電話 叫我不要再說 相對網友 和我買東西的人 還在進會 在付998元 一年會費 都是說不要說 我說不要說 就叫你老母子入會 上來拿禮物而已 但是我跟大家說 2022年 《啤梨晚報》會繼續說 OK 我是在想 是不是要轉風格呢 大家搞清楚 我不覺得 如果我真的要有什麼騙運 我不覺得 我轉風格會令我沒有騙運 對 但是為什麼我轉風格呢 我真的覺得說無可說 現在還可以說什麼呢 我甚至乎覺得 是不是需要這麼激動呢 氣不氣呢 我經常說不氣不氣 其實是氣到一個點 是荒謬到笑 是荒謬到笑 你老實說 如果 97年前 我們很多 黃禎也有 表姐你厲害也有 很多諷刺的喜劇 都拍不到今天 還有現在是好笑的 那時候 大家清醒一點 想起 是好笑的 那些笑料 如果要說整個香港 我個人的觀察 由80年代 70年代 80年代 90年代 到所謂的回歸 即是我們政權移交 或者用什麼 到現在 我也是覺得有千層萬層 億層的誤會 人為的 昂糕 人性的 懦弱 或者互相的猜忌 很多事情演變到今天 你問我 在2019年之前 你問我 你打著我問 你打著我問 香港人什麼時候有港獨啊 香港人什麼時候想過推翻政府啊 沒有 從來都沒有 我從2012年說到今天 從來都沒有 從來都沒有 都說港獨是一個偽名題 根本上是作出來 從來都沒有 根本沒有人敢想 你真是直接問 都沒有 不過不要緊 這個叫做 self-fulfilling policy 你現在有些事情 就像你所說的 不要說了 不要緊 沒有所謂 好 講到新聞新聞 不是 我也要回應 剛才這樣開頭 我不想你會回應那位網友 很多人就說 喂 是不是不夠爆 我是不是害怕 我真的害怕 大哥 說那個不是你 我背後揹著那個 我也是經濟支柱 我也是家中經濟支柱 不過我和老啤有些不同 我們這些出得來走 我們都想定了 整個 兩人都不同 如果我有什麼握運 如果我有什麼冬瓜豆腐 我也是一個負責任的爸爸 我真的是兩個小孩的爸爸 我的小孩還小 我兩個小孩還有老婆 也有很多人 我們這些說真的 不怕告訴大家 是想定了 如果有什麼不策 第二天六短鐘 國安能力的時候 要怎樣 之後要怎樣 要怎樣去做 我們已經有了一個 維持計劃 你說是不是害怕 不過要做好一個打算 我不是跟國安網友說笑 我甚至是比較危險 暴露了 因為大家知道 我是真的做政治批判 真的辛辣的 現在為什麼不這麼辛辣 大家都明白 現在根本沒有底線 其實三不五時 他嫌你 阻定 覺得看你四眼仔不忍眼 他就來了 現在不用說什麼道理 不用說什麼 我們是高危格 說真的 你想想 我要跟我兩個嫁姨交代 他和他爸爸去哪裡 我沒有 他去了豹 很嚴重的 你要知道 所以這幾天 主場出事之後 其實很多網友都未必知道 或者比你漫步的聽眾都未必知道 其實我本人 和我過台 我那邊的人士 其實我們都有不斷商量這件事 我們怎樣去繼續 我們都有幾個很疏力的結論 不是一些決定 我當然不會說 因為我不是台長 但是有幾個點 很值得大家分享一下 到底在現在的時勢下 說和不說分別在哪裡 是沒有分別的 你說 你不會擁多半分 你不說也不是你擁底半分 很多網友當然想我們繼續說 很多網友親自打給我 說很感謝你 現在我們很… 太長了 你又說要快點做完節目 好了 真的好了 簡單來說 我覺得 我看到網友說 你們不說政治說什麼 其實你們可以不聽的 都是那一句 因為在我來說 我是一件事 我真的隨如雨 我的人生 我是沒有想過任何事情 甚至我一被人拘捕了 我就含家產了 是啊 我只是靠那些錢 可能給我老婆的兒子 多過三幾年 我有沒有說 如果被人拘捕了 找哪個律師 沒有啊 這些事情 現在我會說 我叫他不要找 我免得浪費錢 基本程序都要的 你打給我吧 是啊 不用啊 最終之 到時候就進去 蹲十年八年 看看怎麼判我 唯有 唯有這樣想 我也是這樣想的 你還有想什麼 至於那些 我想回應 有些網友 我是不會罵的 他說你們不說政治 說什麼 說什麼都可以 不過你可以不聽 是的 你可以不聽 我是真心的一句 用兩樣 跟你那裡 你們的商量 是有一個共同點的 真是 目的是什麼 你做這件事 最初的目的 OK 你說跟別人發聲 或者你說 他希望把一些事態告訴別人 讓別人會有些警醒 不需要 到現在 我覺得 沒有意思 事實上 說政治是很隱瞞的一件事 當你跟我說 你叫我說立法會 今天 你怎麼這樣 通過了 他又沒有拉布 又沒有成 是吧 這樣就好說 又完善選舉 你真的要這麼完善 不用說了 你說他罵 老實說 如果有人繼續在這些情況上說 做這些節目 我覺得在香港 我是佩服到五體投地的 我就未必可以了 我是佩服到五體投地的 請問我 我來自討論 請問我 要怎麼會 我來自詬製 說 都是 我一頂決定 請問他 你應該要 運一個人 平衡 要其實 響 你 不用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